他是一仙玄天机,首次海王系统后,竟然遭到反噬,变成三岁半猛娃,他不仅灵力全尸,被扎过的前男友们也找上了门,这修罗场到底要怎么解决? 这一日,屋内床上端坐着一位白发猛眼男子,玄天机让他慢慢睁眼,男子尝试一番,依稀只能看见玄天机的轮廓,此时,他戴着一块面纱,扶着男子躺下,让他好好休息,男子不甘心追问,明天是不是就能看见他,玄天机灿然一笑,肯定了他的话。 离开房间后,系统提示,恭喜玄天机攻略全部人物,他为此感到开心,系统诱惑他,继续开启新任务,获得更多新奖励。 听到这话,玄天机神色突然很利,他出手抓住系统,要和他算算总账。系统在他手下挣扎,玄天机口中念咒,他要弄死系统,因为他之前的修为就是被他吸走的,他可不是能随便利用的小白花。 系统意识到自己的阴谋暴露,想赶紧逃走,玄天机伸手阻拦,他受够了四处当海王的攻略任务,系统企图开启防护罩,但玄天机等的就是这一刻,立即施法破坏了防护罩,系统见防护罩被破坏,转为攻击模式,进入虚空中,玄天机追了进去,系统计划将他吃掉,这样他就能踏破虚空,前往新世界,寻找新宿主。 玄天机竖指念咒,周围出现数张符咒控制住系统,这是让他一辈子都出不来的东西。 然而对于系统来说,并不存在这种东西,他解除形态,用全部的能量运转修正模块,随后化为一道金光,冲向玄天机,他暗呼不妙。 能量用尽的系统进入休眠后,玄天机发觉自己没死,但是身体变小了,他被系统摆了一刀。 白发男子走出来找他,玄天机不想,被他发现,小心翼翼从他身边绕过,迅速往竹林跑去, 途中不小心踩到过长的裙带,他狠狠摔了一跤,不甘心地大吼,等他恢复了,要把系统碎尸万段。 另一边,一个爵士美男正在沐浴,他是魔主赤岩,等他站起身后,旁边的侍女连忙上前服侍,赤岩随口问,有没有查出,之前救他的人是谁。 手下只查到玄天机是上届来修真界的悬疑仙子,但并不知他的姓名,然而赤岩却知道名字,他发誓,早晚要抓到他,让手下带些人跟他一起走。 玄天机千辛万苦回到家,他扶着门框休息了一会后,才打开屋门,随后叹了口气,家里一片狼藉,惋惜没有徒弟替他打扫,他拿出符咒,准备施法除尘,但符咒尴尬地飘落在地上,他体内一点灵力都没有。 玄天机不信邪,企图打坐恢复灵气,但他如遭雷劈般张开手,系统连他的灵脉都疯了。 赤岩走进来时,玄天机正在地上画圈圈诅咒系统,他丝毫没有察觉对方的靠近,然后直接被他拎了起来。 玄天机看到赤岩非常吃惊,赤岩一开始并不认识眼前的小孩,但仔细看去,他长得很像玄天机。 玄天机当然认识老情人,赤岩以前留下的印记也有了反应,但不能让他发现他的真实身份,他想到了一种活命的办法,对着他兴奋的喊爹爹。 赤岩吓了一跳,手不自觉松开,玄天机从空中狠狠摔到了地上,疼得眼泪都出来了。 之后,玄天机吃着糕点,赤岩盯盯着他仔细打量,考虑是不是他的孩子,他想问有没有证据,话还没说完,玄天机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,将他的隐私说了出来,突然暴露隐私的赤岩呆了一会后,想起了一个可能,他和玄天机之前有过以你的一碗,但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,他们还有过共狱的时刻。 玄天机发现他的耳朵红了,赤岩回过神,认定他就是他的孩子,抬手摸了摸他的头,问他的名字以及玄天机的去向。 玄天机捏造一个玄玄的名字,并谎称,娘亲三年前就已经不知去向。 赤岩猛地站起身,他立刻有了决定,要玄天机立即跟他回魔宫。 玄天机被他的决定呛了一下,质问他不是应该留下来照顾他吗? 赤岩让他放心,他会继续找他娘亲,找到后就把他锁起来,他们一家三口永不分开,并问玄天机开不开心。 玄天机知道,赤岩这个战友狂,一定会把现在的他锁起来,毕竟魔宫那个鬼地方。 之前的回忆并不愉快。 想到回到魔宫后,被发现身份的下场,玄天机打了个寒颤,转身向外跑去,拒绝去魔宫。 赤岩伸手抓住他的衣领,不由分说,想将他带往魔宫。 路上,玄天机止不住地挣扎,并大喊有人拐卖孩子,赤岩凶巴巴地让他别叫,隐藏在树上的影位讨论着,要不要提醒赤岩孩子的爆发。 但玄天机已经被赤岩摔到一棵树下,赤岩威胁他,再叫就要揍他。 玄天机眼中含泪,暗暗抱怨他的粗鲁,表现出的,却是哭着要找娘亲。 面对他的眼泪,赤岩有些手足无措,他僵硬地蹲下来,摸头安慰,保证一定会找到他娘亲。 半空中忽然闪出一个人影,他是玄机宫少主施莫阳,他想知道玄天机在哪。 两人争风吃醋,玄天机见证惨烈修罗场,赤岩忽然抱起他,表示这是他和玄天机的孩子,强硬地让他扭头,喊施莫阳叔叔。 施莫阳嗤笑一声,他并不相信他是赤岩的女儿,毕竟两人的发色不一样,一个是红发,一个是黑发,他也和玄天机春宵一度过,这明明是他的孩子。 两人又因孩子是谁的这个问题展开争论,争论内容连树上的影位,听着都面红耳赤,玄天机心中更是否认三连,两人最后,让玄天机说清楚,他的父亲究竟是谁。 但玄天机一个也不想选,一溜烟跑了,赤岩没想到他能挣脱自己的控制。 玄天机的小院子里,他刚回来的徒弟非常焦急,马上就是十五月元夜,没有他心头血做的药,玄天机性命垂微,他迫切地想找到师父,他忽然闻到,空气中残余的气息,那是魔主赤岩的气息, 他的脸色一下就变得很难看。 此时赤岩二人已经追上逃跑的玄天机,他不说清楚爹爹是谁,根本别想离开。 玄天机装作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,扭尼地表示,爹爹的头发可能是黑色,赤岩的头发明显是红色。 玄天机不愿去魔宫,而去玄机宫,还能借炼丹炉恢复灵力,赤岩抱怨他和他娘一样,翻脸无情。 他不愿意就这样,放玄天机离开,提出师墨阳要战胜他才行。 师墨阳早就想和他打一场,自然欣然同意。 此时尹未忽然出现,他有急事要禀报,原来他找到了玄天机的下落。 眼下还是找到玄天机要紧,赤岩不想带上孩子这种累赘,他主动放弃鄙视,让师墨阳好好照顾孩子。 玄天机没想到赤岩会主动放弃,明显其中有大问题。 师墨阳不容他多想,拎起他的衣领,准备带他走。 玄天机忍不住暗自吐槽,他们两个没有一个汇报孩子。 师墨阳带他遇见飞行,但没有灵力的玄天机不能忍受飞行的速度。 师墨阳减缓速度带他回了玄机宫,地上的弟子注意到他怀里抱着什么东西。 等他落地的时候,他们发现是个孩子,不由得窃窃私欲。 玄天机故意在他们面前喊师墨阳爹爹,让他不要再抱着自己。 但师墨阳并不舍得放手,抱着他,就像在抱着他娘亲,秦叔纸从远处跑了过来,他是玄天机的情敌。 他见到孩子很惊讶,问他师兄,这个孩子怎么回事。 玄天机故意喊他阿姨,问他的身份。 秦叔纸瞬间变脸,委屈地问师兄,为何孩子喊他爹爹。 师墨阳大方表示,这是他和玄天机的孩子。 秦叔纸面上很尴尬,心中愤恨不已。 看到快气死的秦叔纸,玄天机继续向师墨阳撒娇,要吃好吃的。 秦叔纸想带他去,但玄天机拒绝了。 他们不熟,气得秦叔纸当场实话。 弟子来到师墨阳身边,想和他确认武林大会的事,师墨阳有功务在身,只能将玄天机交给秦叔纸照顾。 玄天机顿绝不妙,最终他反抗不了,还是落在笑容满面的女人手里。 男人果然靠不住,关键时刻,还是得靠他自己。 秦叔纸变了脸色,想带他走,玄天机掐腰迎战,独自面对情敌。 玄天机紧紧抱住柱子,不愿意跟秦叔纸走。 他想到对面长廊的尽头,就是炼丹房,计划把真甩了。 他故意找秦叔纸,要他最喜欢的桃花烙,并提起师墨阳房中的画像前就有。 秦叔纸没想到,师兄还留有玄天机的画像,立刻丢下他,就往师墨阳房中去,想趁这个机会烧了画像。 看着气急败坏离开的秦叔纸,玄天机心中得意,他的目的达到了。 炼丹房内没有人,他鬼鬼祟祟推开了门,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炼丹炉,炼丹要靠灵力操作,但现在短手短腿的他,束手无策。 而且,炼丹的材料还在柜子最上方。身后忽然传来诡异的动静,玄天机惊恐地回头查看。 察觉被骗的秦叔纸回到原地,他发现玄天机并没乖乖等他。 忙完的师墨阳找过来,他谎称玄天机去茅房了,不在这里。 师墨阳很是不满,玄天机才是个三岁孩子,秦叔纸表示他去看看。 师墨阳注意到,炼丹房有烟飘出,怀疑有人擅闯玄机工,炼丹房是禁地,擅闯之人皆不能活命。 当他靠近后,却听到了女儿的声音,他推开门,想教育女儿不要随便来这里玩,但映入眼帘的,却是他许久不见的心上人玄天机。 实际情况是,在突然出现的灵狗帮助下,玄天机完成了炼丹,刚刚的那一切只是他的错觉。 面对师墨阳的质问,玄天机将丹药藏在身后,表示是娘亲提过炼丹炉的事。 师墨阳瞬间态度和蔼,想从他嘴里知道更多他娘亲的事,并保证会早些找到他娘亲。 玄天机只能等到今晚没人的时候吃药,他注意到门口不甘心的情书纸,不能让情敌坏了他的好事。 到了晚上,玄天机不同意师墨阳陪他睡觉,师墨阳注意到亲近他的灵狗,更加确定他就是自己的女儿。 师墨阳离开了房间,他卸在隔壁。 门关上后,玄天机坐起身,掏出之前炼好的丹药,将他丢进了嘴里。 他打坐吸收药力,察觉到一丝不对劲。 房中光芒闪过,玄天机发现身体恢复了,很是欣喜。 系统却突然出现,告诉他这药力只能维持半个时辰。 玄天机明明已经将系统休眠,系统虽然如今能量低微,但还是能向他传话。 他提议各退一步,他告诉他恢复正常的方法,他帮他解除休眠状态。 玄天机让他先说说如何恢复。 系统被迫告诉他,恢复正常的方法就是,及其曾经攻略的美男们的力量,帮他冲破风云。 玄天机抓住一团云一样的系统,质问他这是什么破办法。 系统立即逃跑,他已经把方法告诉了他,他做不做就是他自己的事。 玄天机施法想拦住系统,却察觉门外有人,系统趁这个机会消失。 玄天机以为是情书纸,不能让他发现自己。 门被打开一条缝隙,玄天机找到这个时机准备出手,却有一只手紧握住他,赤言轻笑了一声,终于找到他了。 他搂住玄天机的腰,问他还想跑到哪里去,为了惩罚他,今晚他绝对不会再联系。 这里,已经被他设下夜火结界,玄天机工的人根本发现不了。 玄天机有些尴尬,一点前作都没有,直接开始不太好。 赤言以为他喜欢慢慢来,这个想法也不错。 今夜在玄天机工与他欢好,想想明日施墨阳的表情,他就很兴奋。 玄天机为了拖延时间,问他是不是只想向施墨阳示威。 他灵力一恢复,赤言就出现,他怀疑他安了,追踪印记,故意凑近他,问他有没有想他。 赤言承认了,他日日都想,这才会寻着他的味道找过来。 味道这个词引起玄天机的好奇心,赤言却凑到他耳边,解释他只是突然后悔,来寻回他们的女儿。 但意外找到了玄天机,所以,他这辈子都逃不出他的手心。 玄天机察觉灵力再逐渐消失,他快要变小了。 一道剑光冲向结界,施墨阳举剑出现质问赤言。 赤言同样对他,故意藏起玄天机,感到不满。 施墨阳并没有藏起玄天机,明明是他不想被施言找到。 玄天机长出一口气,两人暂时没发现他变小的事,但灵力散得越来越快,他必须在变小前离开这里。 不然赤言会将变小的他直接绑起来,施墨阳也会紧紧抱着他不松手,他的下半辈子肯定就完了。 他口中念咒,用出定身符,将针锋相对的两人定在原地,趁这个机会连忙向外逃去。 他带上了灵狗笨笨,但他不知道灵力可以维持多久,只能尽量跑。 他忽然注意到异样,侧身躲开一道剑光,听到动静赶来的秦淑纸,石剑浮在空中,玄天机向他打了声招呼。 秦淑纸曾经说过,玄天机胆敢再踏进玄机弓一步,他定不饶恕。 玄天机反驳,施墨阳用玄机弓向他求亲,他自是来去自由。 秦淑纸骂他不要脸,用妖术蛊惑了施墨阳,举剑向他刺来。 玄天机一把抓住刺向自己的剑,警告他施墨阳就在屋里听着,然后用解腹术控制住他的行动。 随后失去大半灵力的玄天机命令笨笨,让他带他去个安全的地方。 他来到了玄机弓后山,这里非常隐蔽。 他发觉灵力非常重要,如今必须要按照系统的话去做。 他将系统喊出来,问他要恢复到底需要什么力量。 系统向他解释,宫内的美男们分属五行阴阳,需要将他们的力量融入体内修炼融合,冲破蜂蜜。 每种力量的接收方法不同,比方说他就需要和赤岩双修。 玄天机听到这话大为生气,他居然要和赤岩双修,这样他只能再考虑考虑。 系统被扔出去前提醒他抓紧时间,不然他的身体会受损。 玄天机的身体在逐渐变小,到头来他还是被系统摆布,好不容易炼好的丹药也只能维持半个时辰。 伤痕累累的赤岩追到了后山,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女儿。 玄天机只能撒谎,他娘亲让他在这里等着。 他注意到赤岩身上的伤,明显是强力冲破定身咒造成的。 不知道内情的赤岩坐了下来,他也在这等玄天机,等抓到他,就把他灵力封了棺材魔宫。 玄天机感到肚子有些饿,很想念徒弟做的烤肉。 正这样想着,他的徒弟慕容吉就走了进来,让他把师父交出来,不然别怪自己不客气。 慕容吉化为九尾狐的原身,玄天机很激动,他这是听见了他的召唤来的吗? 慕容吉忽然注意到缩小版的玄天机,看出他和师父非常像。 赤岩觉得理所应当,这是他和玄天机的女儿。 慕容吉有些难以相信,他不过才离开十天,玄天机就和赤岩有了这么大一个女儿。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他质问赤岩有没有修习禁术,这孩子是不是傀儡人偶,赤岩嘲笑他几句。 慕容吉提起文家旺谷谈的是,对方反驳,他没有做过这种事。 慕容吉不打算浪费时间,就师父要紧。 他表示,玄天机需要吃药,让赤岩赶紧把他交出来。 一旁的玄天机也想起来,今晚子时,赤岩种下的赤火印就会发作,说话间,他的赤火印发作了。 仙魔不相容,每次月圆,他都会被赤火印折磨得痛不欲生。 若没有胡足的心头血掉命,他早就死了。 赤岩也没想到,赤火印会对他造成那么大的伤害。 慕容吉步步紧逼,问他师父在哪里。 玄天机想离开这里,不能让赤岩发现他的身份。 他忽然提起自己要吃羊羔入围。 这是只有他和慕容吉知道的密令。 慕容吉立即意识到,面前的孩子就是师父。 他拦住要带孩子走的赤岩,他注意到,玄天机的脸色很差,明显是赤火印发作。 他要求将孩子留下,赤岩并不同意。 慕容吉发现他受了伤,判断自己能应付他。 赤岩不甘示弱,为了找玄天机,现在必须速战速决。 远处忽然有人让赤岩现身,师墨阳带着玄机宫的人赶了过来。 他认出为首的公主,便将玄天机交给慕容吉照顾。 师墨阳已经准备好剑阵,赤岩面对剑阵,毫不退缩。 他将冲上来的玄机宫弟子打败。 他记得那张脸,公主施衡曾经举着剑指向他,骂他渣子。 他今天势必要用施衡的血肉剂魔族众人。 弟子围在施衡面前保护。 师墨阳也出剑拦住赤岩,赤岩警告他不要插手这件事。 但对于他来说,赤岩曾经做过许多坏事,包括盗取禁书望谷谈,所以他一定要出手。 赤岩并不承认他做过这些,想要他的命,他们都没这个资格。 玄天机很关心在打架的赤岩,但他的赤火印一直在折磨他。 慕容吉连忙想找个地方,为给他心头血。 二人来到寂静处,慕容吉的手插入自己的身体,取出心头血为给玄天机。 昏迷的玄天机表情不再那么痛苦,虚弱的慕容吉放下心,昏睡在他身边。 此时,他还在担忧赤岩。 多年以前,幼年玄天机遇见受伤的幼年赤岩,他出手帮其止血。 警惕的赤岩发现他,伸手掐住他的脖子,将他举起,问他想要干什么。 玄天机解释他,只想给他止血。 赤岩松开手,玄天机摔落,在地止不住咳嗽,他不是很理解。 一个弱小无力的人族,为什么会想救他? 玄天机知道了他的名字,也知道他是从神魔大战里活下来的。 赤岩害怕说出魔族身份,谎称他是仙童。 看到玄天机的笑容,赤岩将这份害怕归结于担心他讨厌。 但身为魔族愚孽的他,还是很快被人找到。 找到他的人,正是施衡。 玄天机很难相信,赤岩是杀了他父母的魔族。 赤岩没想到,他信错了人,非常生气。 施衡操控着剑,让他带着怒气受死,他被剑刺穿了身体。 玄天机跪在地上,不相信赤岩居然死了。 施衡拽着他的头发准备离开,解释自己是受他长辈委托而来, 奉劝他遇到魔族,必须杀掉。 看着施衡拎着赤岩离开的背影,玄天机不相信魔族皆饿,赤岩是不一样的, 他大喊着赤岩的名字。 施衡带着赤岩御剑来到杜兽山,将他直接丢了下去。 赶来的玄天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入山中。 那时候他以为这段缘分到此为止了。 数年之后,玄天机成为一仙,系统在诱惑他绑定, 表示他能帮忙攻略各色美男,六界之内供他挑选。 他看到了赤岩,杜兽山九死一生,他居然活了下来, 玄天机答应了系统的绑定,系统窃喜他可以吸收气韵修炼, 玄天机却想着他又能见到赤岩了。 赤岩坐在彼岸花海中,表示很想把他的心弯出来, 回忆到这里,玄天机睁开了眼睛。 若是赤岩知道,他就是当年的小女孩,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杀了他。 半空中出现一个阵法, 玄天机认出这是玄机宫的降魔阵法,赤岩有危险了。 降魔法阵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法, 他会吸取人的灵质,让他们自相残杀。 赤岩的父母就死于此阵, 如今只有赤岩一人,玄机公也要用这个阵法。 玄天机想用纤术破坏法阵,系统开口阻止, 多次服用药丸,会导致药效维持时间越来越短。 但玄天机不想再负他第二次, 远处赤岩还在奋战。 玄天机吃下药丸,他觉得赤岩没有害过人, 不该承受这些莫须有的罪名。 这次,他一定要救下赤岩。 他手持符咒,口中念念有词, 替赤岩破坏了法阵。 由于消耗过大,他身形有些摇晃, 但此时阵法未重聚, 是他带走赤岩的好时机。 他问扶住自己的慕容及身体如何, 要他一起去助阵。 施衡不相信有人能毁掉降魔法阵。 当他看到飘落的符纸时, 瞪大了眼睛, 他认出这是玄天机的符纸。 正在打架的二人同时, 看向出现的玄天机。 赤岩庆幸他没有出事。 玄天机挡在了赤岩面前, 施衡质问他, 作为天界医仙, 为何要护住魔族余孽? 玄天机回答, 因为赤岩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人。 施衡见玄天机执迷不悟, 要启动法阵杀了他。 赤岩挡在了他面前, 施墨阳和慕容及也护住了他。 施衡斥责儿子施墨阳, 让他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功归一篑。 施墨阳因为引诱赤岩落网的手段下作而自责, 他不愿意继续站在施衡这一边。 施衡当即决定, 就当没有这个儿子, 让弟子诛杀四人。 赤岩让其他人带玄天机走, 慕容及也让师父先走。 施墨阳同样准备独自抵挡进攻, 玄天机却留了下来, 药效只能维持半小时, 他必须速战速决。 不少玄机弓弟子受重伤倒在地上, 玄天机拉住赤岩的手, 想带着他离开, 但赤岩甩开了, 他今日一定要杀了尸横。 玄天机开口阻拦, 却察觉药效快要失效, 他将手伸向腰间的药囊, 准备再扶下一粒, 身后一柄飞剑冲了过来, 将他的药囊砍落。 秦叔只好奇药囊里是什么宝贝, 他接住飞剑带回的药囊, 准备一探究竟。 玄天机非常担心自己的秘密暴露, 他一定要让这个难缠的女人吃点苦头。 玄天机手中放出法术, 用红花将秦叔指束缚住, 他注意到好几把飞剑同时冲向赤岩, 他赶过去替他挡下飞剑, 拉着他准备离开, 并且让慕容吉跟上, 他们很快离开法阵的范围, 他虚弱地靠在赤岩怀里, 赤岩担心他受了伤。 远处玄机弓的人紧追不舍, 赤岩看到这甩不掉的麻烦, 让慕容吉先带着玄天机离开, 这里交给他。 慕容吉抱着师傅跑了很远, 以为甩开了玄机弓的人, 但秦叔指忽然出现, 慕容吉为了保护师傅不能出手, 秦叔指下手很力, 势必要让玄天机去死, 但他的飞剑却插入一层毛皮, 慕容吉上方出现一只通体白毛的灵兽。 秦叔指认出这是上古神兽, 他一击就将它打到一旁树上。 慕容吉很紧张, 担心这怪物会伤害他们师徒。 神兽看向他们, 头上浮现红色印记, 在他举起爪子拍过来前, 慕容吉意识到要赶紧离开, 神兽发出一声嚎叫, 玄机弓的弟子顿觉耳朵刺痛。 赤炎注意到, 声音传来的方向是玄天机所在的方向, 他立即想追过去, 施衡初见不让他离开, 飞剑穿透赤炎的身体, 他似乎要和之前一样受重伤, 但他不愿再任人宰割, 他的眼睛染上血色, 气场立刻就有了变化, 赤炎身后出现几只触手, 他打算和他们好好玩玩, 触手刺穿玄机弓弟子的身体, 他们向施衡求救, 但施衡也自身难保, 赤炎今日要和他薪酬救账一起算, 施衡勉强挡住触手的攻击, 这样下去, 他今日必死无疑, 他顾不了这么多, 双手向天念咒, 一旁的施墨阳发现父亲的身法变得诡异, 不过对于施炎来说, 施衡已经到此为止了, 触手中突然出现一把剑, 直直刺向施衡, 施墨阳大吃一惊, 露出担忧父亲的神色, 施衡不禁想着, 可能今日就是他命绝之日, 但施墨阳挡在施衡面前, 受下这一件, 他问施衡这样满不满意, 施衡并不想看到父慈自肖的场面, 所以他不满意, 他不喜欢他人受过, 施衡的债一定要在他自己身上找回来, 施衡并不慌张, 因为施衡已经陷入他的锁鬼炼狱一事, 空中忽然出现一个身影, 他落地后, 施衡认出这是上古神兽陶屋, 他确信当日已经杀了他, 他不可能还活着, 如今施衡父辈受敌, 陶屋抬起爪子, 他以为自己要受到攻击, 抬起手抵挡, 但预想的攻击并没有落下, 陶屋叼起赤炎要离开, 赤炎让他放开自己, 魔族和神兽原本互不干涉, 但他如此阻止自己, 那自己就要不客气了, 变小的玄天机坐在陶屋身上, 开口阻止他的攻击, 陶屋就是笨笨, 他是听他娘亲的话来救赤炎的, 赤炎听到是玄天机的要求, 立刻不再反抗, 他注意到慕容吉也在笨笨身上, 心情非常不爽, 笨笨的身体忽然变小, 三人被迫摔向地面, 玄天机没有灵力护体, 担心会被摔死, 赤炎则看出他们即将要落向哪里, 那是六节接距的杜硕山, 他不想让玄天机来到这里, 他让玄天机把手给他, 但风太大, 玄天机离赤炎二人越来越远, 抓不到他的手, 系统忽然出现, 恭喜玄天机快要获得英属性, 他不明白系统的话, 系统提醒他吸收力量的是, 失去灵力的他, 下场并不好, 而杜硕山中有他的老乡郝铭河, 玄天机觉得奇怪, 铭河明明应该在千里之外的鬼城, 系统让他亲自去问, 现在他需要尽快汲取力量, 所以七日之内他需要取下铭河的心脏, 在五月之夜服下, 说完系统就消失了, 玄天机腰间搭上一只手, 是赤炎来到他身边, 他看不到系统, 玄天机在他怀里想起, 当年就是被丢到这里, 他想知道关于赤炎的一切, 赤炎让他抓紧, 他准备离开杜硕山, 但手上出现的蓝烟, 让他意识到来不及, 玄天机也注意到, 这诡异的蓝烟, 赤炎解释, 这是杜硕山的鬼物, 慕容吉和笨笨都被他缠住了, 鬼物同样缠住了赤炎的脚, 赤炎想把玄天机送出去, 但他执意要和他在一起, 玄天机听到鸣和的声音, 以为这是他搞的鬼, 鬼物缠住他的腰, 将他提起, 拉离赤炎的怀抱, 玄天机暗道不妙, 他还没做好准备, 面对鸣和, 此时鬼主鸣和正命令小鬼起锅烧火, 并要求拿个大锅, 他朝思暮想的味道出现了, 先落到锅里的是慕容吉和笨笨, 小鬼对落下的食材非常满意, 慕容吉想攻击小鬼, 但怒火却被一道水花浇灭, 原来满腔怒火的赤炎也落了下来, 他让小鬼把玄天机浇出来, 小鬼置若网闻, 鸣和已经不在这里, 他们讨论如何吃了面前的美食, 赤炎他们不打算束手就擒, 强硬要求小鬼还回玄天机, 他们将小鬼全都暴揍了一顿, 战斗很快结束, 这就是一群故弄玄虚的弱小鬼, 赤炎问起鸣和的下落, 被告知他在鸣宫, 赤炎认识明英宫的前主人, 困惑宫殿怎么会被鸣和占了, 被抓走的玄天机捂住嘴, 这里很臭, 不像是素来干净的鸣和会住的地方, 鸣和凑近他, 问他这里是不是很难闻, 又问他为什么会有玄天机的味道, 如果不说, 这些尸体就是他的下场, 他撒谎因为他是玄天机的女儿, 一开始鸣和并没反应过来, 过了一会他才大惊失色, 他没想到玄天机都有女儿了, 鸣和转身流泪, 他为了玄天机当上鬼主, 特意来杜硕山进行历练, 哭着哭着, 他意识到只要把眼前的女孩吃了, 玄天机就没有女儿了, 他命令小鬼按住玄天机, 他还没反应过来, 他怎么就要被吃了, 看着向他扑过来的鸣和, 玄天机闭上眼睛, 祈求赤炎来救他, 在外面的赤炎察觉到什么, 他正在找明英宫的路, 这路每天都不一样, 暗处有人注意到赤炎的到来, 他觉得有位大人一定会很高兴, 五月之夜, 杜硕山将会再次溢住, 明和凑近后, 闻到和玄天机一样香的味道, 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, 然后意识到他不忍心下口, 但他是玄天机的私生女, 他绝不能活, 看着在一旁纠结的男人, 玄天机知道, 他又陷入了自己的小世界中, 明和忽然想到, 他曾经与玄天机亲近过, 那个晚上的事情让他回味无穷, 玄天机趁此机会翻找救命要完, 但他忽然听到明和大喊, 他是他和玄天机的女儿, 他很吃惊, 没想到明和也想当他爹, 明和扑到他身前, 要抱抱他的女儿, 至少玄天机的命保住了, 他继续放大招, 向明和音音音叙述刚刚的害怕, 他都被自己恶心到了, 但明和只听到刚刚女儿喊爹爹, 他立刻抱起玄天机, 承认他就是爹爹, 玄天机吐槽, 这么多年过去, 他抱人的方式仍旧暴力, 明和忽然冷静下来, 命令小鬼将赤岩他们叼成花端上来, 但小鬼前来汇报, 他们都跑了, 玄天机表示, 那些人是他的伙伴, 娘亲把他托付给他们, 明和非常不满, 玄天机解释, 因为他不在身边, 他问他, 为什么不在鬼城, 明和表示, 他在鬼城等了一年, 却发现玄天机去找赤岩了, 他以为玄天机看上赤岩法力高强, 于是就来杜硕山历练, 并成了这里的主人, 正好今日赤岩也在这, 他要让玄天机看着, 他和赤岩谁更厉害, 赤岩带着慕容吉, 来到一片枯林, 这里的树枝都有毒, 慕容吉毫不在意, 树枝有毒, 把树枝打飞就行, 他手中的火点燃树枝, 赤岩让他别高兴太早, 被焚烧的树枝重新长出, 蓄生木, 永不断, 他们又一次面临一场熬战, 明英宫内, 明和正给玄天机喂肉, 但玄天机看着诡异的肉, 拒绝吃下去, 虽然这是明和特意做的, 但他一口下去, 怕是要见阎王, 他没有威胁自己, 玄天机抱住他的腿撒娇, 他没有威胁他, 只是娘亲说过, 不能恩将仇报, 莫非他不想听娘亲的话, 明和立即否认, 表示侍强凌弱没意思, 放赤岩他们一马, 被他随手扔的肉, 砸到其他人, 玄天机提醒他这一情况, 但高兴的明和并没注意, 被砸到的是侍女男阮兴, 他顶着肉端来查, 看到男阮兴, 明和害怕地躲到玄天机身后, 担心他和对方的事, 被玄天机知道, 男阮兴将肉扔到一边, 他还没开口, 明和抢先向他介绍他女儿, 他凑近打量, 玄天机认识他, 同为天界一仙, 一年前男阮兴不知所踪, 天帝一直让他追查其行踪, 他决定趁这个机会打探清楚, 玄天机接受了男阮兴的好意, 跟他离开, 他们准备今晚一起睡, 一起无视身后卑微的明和, 玄天机知道, 这里是明和的底盘, 只要他不对付赤岩他们, 那他们就是安全的, 等他弄清楚男阮兴成为惰先的原因后, 就去和他们会合, 另一边, 蓄生木的攻击停下来, 赤言推测, 这是明和听了玄天机的话, 慕容吉很担忧玄天机, 他现在没有灵力, 不知道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, 玄天机觉得男阮兴身上味道独特, 自然而然引出他, 曾经是天界一仙的事实, 又问他, 为什么会在这里, 男阮兴让他保证不告诉他娘亲后, 表示, 当时是明和让自己留下的, 自己见他孤单寂寞, 也就同意了, 玄天机尴尬地笑了笑, 他没想到, 事实是这样, 男阮兴堕先的原因, 居然是为了明和, 这推翻了明和等他一年的说法, 男阮兴一脸幸福地表示, 明和要在五月之夜与他澄清, 这句话, 玄天机也听过一模一样的, 男阮兴嘱咐他, 不要告诉他娘亲, 但玄天机看得出, 这其中一定有阴谋, 他故意问对方, 是不是想当他后骂, 男阮兴连连否认, 他只是想一辈子跟着明和, 不会撼动玄天机的地位, 玄天机不满地挣脱他的怀抱, 男阮兴还是那么表里不一, 多年之前, 他偶然看到, 男阮兴摔了师父最宝贵的法器, 男阮兴求他不要告诉师父, 他勉强同意了, 等到师父问责时, 男阮兴哭着否认, 不是自己做的, 师父斥责玄天机, 他想说出真相, 但男阮兴拦住他并添油加醋, 最后导致他被师父责罚超书, 男阮兴嘴上说着帮忙超书, 实际上一晚上都在玄天机身旁睡觉, 看到埋头向前走的玄天机, 男阮兴以为他生气了, 玄天机却说自己只是去茅房, 并祝他和明河百年好合, 男阮兴原本以为他会去明河那里大哭大闹, 然后离家出走, 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娘亲, 如今他的计划落空, 玄天机也觉得没意思, 想赶紧去找赤言他们会合, 男阮兴却不让他离开, 远远跟在后面的明河, 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, 他担心男阮兴将他们的事情说出去, 有一晚他醉酒与男阮兴睡在一起, 如果玄天机知道了这件事, 他可就完蛋了, 男阮兴带着玄天机来到一处很臭的池塘, 进到这池塘, 不死也要掉层皮, 他计划将玄天机扔下去, 他脚下故意打滑, 手一松, 玄天机就向池塘中摔去, 玄天机看出他是故意的, 明河想要去救自己的女儿, 玄天机眼睛手快地抓住男阮兴的头发, 这样他并没有掉下去, 倒是明河因为惯性摔进池塘, 看到玄天机没事, 他就放心了, 不过他, 还是被池塘里的浮水伤到, 等他上岸后, 玄天机连忙跑过去, 查看他的伤势, 男阮兴要去给他准备药, 明河拒绝了, 毕竟他连三岁小孩都照顾不好, 他拉着玄天机离开, 留在原地的男阮兴面色阴沉, 他刚刚就该绑块石头再扔, 回到房间, 玄天机主动提起帮他处理伤口, 他表示, 之前学了好多医术, 明河大为感动, 女儿会贴心地给他上药, 玄天机注意到, 他身上有很多伤, 明显在杜硕山, 也是九死一生的搏命, 现在是获得明河心脏的好机会, 系统出现, 催促他动手, 但玄天机听见明河的剖白, 不忍心下手取心脏, 系统问他, 不怕不得好死吗? 身为天界医仙, 他拥有治愈之体, 没有灵力的他, 死路一条, 明河忽然注意到异常动静, 立刻什么人, 这让玄天机吓了一跳, 他又连忙安慰女儿, 赤炎一行人出现, 要求明河交出玄天机, 不然就踏平民音功, 他们注意到明河怀里的玄天机, 以为他受了欺负, 赤炎立即想提他出头, 他看着怒气冲冲的一行人, 觉得他们误会了什么, 赤炎和慕容吉想要明河的命, 明河也想向女儿证明自己, 玄天机站了出来, 让他们不要打打杀杀, 都坐下来谈谈, 三个男人同时看向他, 他立即装委屈, 表示打架不好, 赤炎不再动手, 而是问明河为何会在这, 他不相信明河打得过渡硕山的主人, 他不听对方接下来说的话, 想带着玄天机离开, 明河阻止了他们, 要他们将玄天机留下, 他的攻击直冲赤炎的后背, 但赤炎将他的攻击化解, 这点雕虫小技, 自己根本不放在眼里, 玄天机让赤炎带他走, 系统再次出现, 想让他留下, 不然他会日渐虚弱下去, 玄天机不愿意为了自己去弯明河的心脏, 他下不去手, 系统还想说什么, 玄天机让他闭嘴消失, 面对赤炎的询问, 他谎称有只飞虫飞过去, 明河进入小狗祈求状态, 问玄天机为什么不要他了, 玄天机勾起回忆, 之前就是被他这副模样迷惑, 拖了半年才下定决心分手, 外面忽然传来响声, 时辰已道, 明英宫大门关闭, 进不来出不得, 明河立刻高兴起来, 因为他们暂时出不去了, 他提议不如在这休息一晚, 明天大门开起再离开, 赤炎和明河争论起, 谁才是玄天机的爹点, 二人眼神交汇火花似箭, 玄天机对着修罗场感到心泪, 无碍, 南阮星看到这一幕, 没想到玄天机玩得这么开, 他不甘心, 永远在旗帜下, 他踏入房间, 扬起笑容问是不是客人来了, 明河表示, 这几位都是贵客, 要他好好招待, 南阮星露出阴沉的笑容, 他一定好好关照, 他将赤炎等人带到客房, 慕容吉提起玄天机一直在找他, 南阮星解释他遇见明河后, 就留在了这里, 跟在后面的明河很不屑, 他当年只是一时大意, 中了诡计, 但对于南阮星来说, 没有那身伤, 就没有他俩的缘分, 赤炎不想听这些闲话, 他只想知道, 杜硕山的主人是不是真的死了, 明河很自信, 当年他一掌打的那人形神俱灭, 玄天机跳到地上, 他问赤炎有什么不对劲, 赤炎只觉得自己想多了, 南阮星听到孩子的称呼, 对玄天机更加愤恨, 他抱起孩子, 想拉着他一起睡觉, 并阴阳他爹爹多, 赤炎也同意玄天机厌服不浅, 玄天机想解释, 南阮星却看似无辜地抹黑他, 南阮星还想再说些什么, 玄天机抬手给他一巴掌, 他当即沉了脸色, 轮到玄天机庄无辜表示, 只是想打蚊子, 他刚刚被南阮星凶狠的神情吓到了, 刚刚那一巴掌, 玄天机用了实诚的力, 南阮星能忍住才奇怪, 他哭着找赤炎, 赤炎的手摸上他的头安慰他, 南阮星在一旁道歉, 但他心里并不服气, 赤炎认为一句道歉未免太简单了, 这是他和玄天机的宝贝, 南阮星不禁反驳, 孩子父亲并不一定是他, 但赤炎毫不在意这件事, 明和挡在南阮星面前, 为他出头, 赤炎让他看看二人之间的差距, 自己可以不顾一切, 站在玄天机身边, 但他不会, 明和的心情如遭雷劈, 他问玄天机想要选谁当爹点,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, 最后, 明和似乎看清了一切, 他让南阮星准备一下, 两日后的无悦之夜成亲, 他要求玄天机出席, 想着只有这样才能见他一面, 回到房间的玄天机很郁闷, 明和之前还说要娶他, 结果如今要和别人澄清, 他又想起明和千丁万主, 要玄天机出席, 他下意识掏出一枚丹药, 决定恢复成玄天机的样子, 和明和做个了断, 系统出现替玄天机鸣不平, 但他撞到丹药, 丹药掉进了玄天机嘴里, 系统催促他把明和的心挖出来, 他被迫将丹药吞下去, 变回原形, 系统连忙道歉, 这次只能维持半个钟, 不出门就不会被人发现, 玄天机却注意到房间内的异常, 刚才并没有看到这些藤腕, 明显是因为自己恢复了灵力才看到, 他悄悄来到门前, 推开门向外看去, 外面这些藤腕更多, 但奇怪的是, 没有人注意到藤腕, 屋内的藤腕突然发起进攻, 玄天机操控符咒, 嘲笑他们不自量力, 符咒碰到藤腕就燃起火焰, 藤腕被烧个干净, 这东西会主动攻击人, 他不打算留他, 想去找一下根源, 顺着藤腕, 他来到了赤岩的房门口, 他立即用符咒, 想把藤腕除去, 屋内赤岩注意到动静, 此时玄天机还在想, 他已经尽量隐藏气息, 应该不会被发现, 他已经消耗了太多灵力, 准备躲回房间去, 他的腰间不知何时缠上一根红绳, 绳子另一端在赤岩手中, 赤岩问他, 来杜硕山有什么事, 是来找女儿, 还是会老相好, 玄天机没想到被赤岩发现, 善笑着要说些什么, 赤岩勾了勾手指, 将绳子收紧, 玄天机落入他的怀抱, 慢慢长夜, 他们有的是时间, 赤岩问他, 女儿和自己有没有关系, 他立即承认他, 就是女儿的爹点, 他想要儿女双拳, 玄天机不同意他的提议, 玄天机让赤岩等一等, 他全身被绑, 这样不尽兴, 不如将他松开, 赤岩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, 好不容易抓到他, 不想让他就这么跑了, 他说过他永远逃不出他的掌心, 玄天机有些动容, 赤岩的霸道, 偏执, 包容都给了他, 系统出现, 想解释这是个好时机, 但撞到玄天机, 导致他亲了上去, 赤岩以为他在主动, 玄天机让他听自己解释, 赤岩表示自己可以满足他, 他却感觉到, 身体快要到极限了, 他躺在床上, 心中大喊慕容疾的名字, 此时慕容疾正在房间里呼呼大睡, 并就不了即将自身难保的玄天机, 门忽然被打开, 玄天机以为是慕容疾, 然而来的人却是明和, 他们时隔三年, 竟以这种形式见面, 赤岩嘲讽他作为鬼主, 有偷看别人雨水之欢的癖好, 明和只想知道, 玄天机心底的那个人是谁, 赤岩让他不要多言, 明明都快要澄清了, 他以手为肘, 狠狠抓向赤岩, 让其不要插嘴, 这一击打在赤岩二人一旁的墙上, 赤岩警告他, 刚刚那一击差点伤到玄天机, 明和不服气, 明明是他多嘴才会如此, 两人眼看要打起来, 玄天机想趁这个机会溜走, 却注意到, 明和背后有一个鬼脸, 他猜测, 藤岩的源头是明和, 玄天机的身体变小, 果然灵力消失后, 他就看不见这些了, 这藤岩要想办法除去, 他看着手中的药囊, 只能依靠丹药的帮助了, 男阑星却出现在门口, 他看到了玄天机失去灵力的过程, 玄天机掏出一枚丹药, 再给他一刻钟的时间, 应该能解决掉, 系统撞飞他的手, 让他去取心脏, 不然, 他不能继续吸取他的气韵, 飞到空中的丹药, 被积得粉碎, 男阑星一有所只夸他青春永驻, 自己刚刚打碎了什么东西, 希望他不要怪罪, 玄天机不怪他, 虽然那是自己辛苦练出来的丹药, 玄天机忽然警惕, 刚刚那一击的力度, 男阑星明显是想杀了他, 果不其然, 男阑星手中凝聚灵力, 玄天机心中抱怨一句难缠, 逃出另一枚丹药吃下, 恢复原形后要和对方好好玩玩, 男阑星大吃一惊, 玄天机明明没有灵力, 却还能操纵天连事, 玄天机表示, 因为自己比他强, 男阑星被束缚住, 暗骂玄天机是个死女人, 他故意倒向屋内, 让屋内的二人看到他的惨状, 装承弱者哀求不要伤害明和, 玄天机进屋后, 无视男阑星的演技, 让明和来到他身边, 明和以为他吃醋了, 他连忙表明自己的真心, 玄天机却注意到, 他身上黑气更重, 他扔出符咒, 想将黑气除去, 男阑星却挡在明和面前, 不过黑气也散开了, 男阑星心中很自得, 如今他为明和受了伤, 他很难再推开它了, 玄天机还在惊讶黑气一瞬间就不见了, 逃走的鬼面术, 暗自庆幸自己跑得快, 有人来提醒他, 过两天的五月之夜, 主人就会重生, 他不要坏药事, 玄天机拥有治愈之体, 是献祭主人的最佳人选, 一定要把他看住, 鬼面术擅长窥探人心, 自然知道他的软肋, 他给他们留下一分大力, 此时玄天机长出一口气, 危机解除, 他要找个地方藏起来变小, 他腰间的红绳一动, 他落入赤岩的怀抱, 他忘了还有这个大麻烦, 慕容吉揉着眼睛出现, 玄天机向他投去求救的眼神, 让他救他出去, 慕容吉一本正经地让赤岩放开他, 他不同意, 他表示, 玄天机想和他儿女双全, 慕容吉非常无语, 但玄天机知道, 那明明只是权宜之计的话, 明河很失落,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自作多情, 他抱起男阑心, 表示他需要尽一下地主之意, 明日他会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一番, 他既然爱赤岩, 那便成全他, 明日之后他们可以自行离去, 男阑心大为恼怒, 玄天机喜欢的是赤岩, 那他勾搭明河就没了意义, 他一把推开明河, 摔落在地, 哭着求玄天机留下来参加完婚礼再走, 只要能留下人, 他坚信两天就能搞定赤岩, 夺走玄天机的一切, 玄天机却不为所动, 他只想找机会提醒明河鬼脸的事, 男阑心表示, 他的女儿喜欢自己, 要问问玄玄的意见, 玄天机意识到这是在威胁自己, 这让他觉得很有意思, 他让慕容吉去隔壁把玄玄带过来, 事情的发展让男阑心措手不及, 玄天机还让大家见谅, 玄玄有些起床气, 过了一会儿, 玄玄打着哈欠从门口走进来, 他抱起玄玄, 一副母女情深的场景, 男阑心不明白, 玄玄和玄天机明明是一个人, 赤岩则觉得母女二人长得一样好看, 玄天机问玄玄喜不喜欢这里, 玄玄并不喜欢, 玄天机表示, 既然玄玄不想在这里待着, 明早他们就会离开, 祝他和明河百年好合, 男阑心仍然难以相信, 他不可能看错, 玄天机转身带玄玄去睡觉, 忽然, 赤岩让他们等一下, 母女二人面色尴尬, 赤岩指着一旁指挥汪汪叫的慕容吉, 问怎么会这样, 玄天机解释徒弟可能是在梦游, 他一手拉着玄玄, 一手扯着慕容吉离开, 赤岩轻笑一声, 认为他还是像以往那样莽撞, 回到隔壁房间关上门后, 玄天机放下心来, 差点就被发现了, 刚刚的玄玄是慕容吉所化, 笨笨则是变成了慕容吉的模样, 玄天机强行支撑那么久, 身体已经到极限, 他让徒弟用狐迷之术替他抵挡一阵, 随后他变回小孩模样, 在慕容吉怀中沉睡, 第二天冒时, 赤岩房外有人敲门, 他走过去开门, 没想到是来送早餐的南阮兴, 他连夜做了魅香粉, 还特意加大药量, 他期待玄天机, 看到自己早上在赤岩房里的表情, 赤岩直接想降门关上, 他不是什么东西都会吃, 南阮兴解释这是自己连夜做的, 赤岩问他, 为什么不去送给明和, 他是有家世的人, 不能与他单独相处, 南阮兴微微低下头, 可怜地表示, 他是玄天机的心上人, 自己不会背叛玄天机, 但他不愿意看到他被瞒这些事, 赤岩对他的话有了兴趣, 他又假装说错了话, 就当玄天机现在的心上人是他, 赤岩想弄清楚真相, 南阮兴推脱一番才表示, 玄天机小时候, 心中就有一个人, 这么多年都忘不掉, 具体自己也不清楚, 只知道, 是个清秀的少年郎, 一直让他念念不忘, 南阮兴离开时, 还为自己的多嘴道歉, 赤岩反倒多谢他的提醒, 走廊上, 南阮兴露出得意的笑容, 赤岩则在想那个清秀的少年郎, 玄天机为了保险起见, 今天还是让慕容吉假扮他, 但狐迷之术只能维持半个时辰, 他们需要尽快离开明明宫, 离开的路上, 慕容吉僵硬地跟在赤岩身边, 传言给玄天机, 他担心暴露, 赤岩察觉身边人的紧绷, 玄天机解释娘亲只是害羞, 赤岩并不这么认为, 他提起清秀少年郎的事, 还赌气地表示他心里清楚, 不过无论怎样, 这一次他逃不掉了, 他会取代他心中忘不了的那个人, 慕容吉在心中嚎叫, 想让赤岩放开自己, 明和碰上要离开的几人, 出言嘲讽几句, 赤岩以为他看不惯, 但明和表示, 明日就是他的大喜之日, 不会看不惯, 男阮兴愤恨赤岩的态度一如既往, 故意走上前想握住变装后慕容吉的手, 玄天机在一旁问男阮兴, 突然那么要好, 是不是有坏心思, 他连忙辩解, 他不会这样对待玄天机, 明和发现大门没有开启, 他冲着大门施法, 法术却被大门吞噬, 鬼面术出现, 表示五月之日即将到来, 这里会变成极夜之地, 群魔狂欢, 他们走不了, 鬼面术注意到赤岩, 知道他是曾经的魔族小鬼, 就是杜硕山的主人, 他并没有死, 杜硕之主作为傲施六戒的存在, 并不会死, 而他们作为重生祭品, 全都不能离开, 鬼面术操控树枝西向众人, 赤岩和明和想合力抵挡, 但鬼面术大笑, 问他们有没有察觉, 功力瞬间被消耗不少, 二人没注意, 被树枝缠绕住脖梗, 随后树枝刺穿皮肤, 血流了出来, 玄天机大喊二人的名字, 非常担心他们, 树枝稀释着二人的功力, 鬼面术让二人乖乖就情, 一只手出现, 点向二人脖梗上的树枝, 正式操控符咒的玄天机, 他身为一仙, 这点小伤小菜一碟, 慕容吉来到鬼面术身后, 一下将其撕成两半, 但鬼面术分化成两个, 嘲笑他的攻击不痛不痒, 直接撕裂不行, 玄天机建议他, 事事火烧, 慕容吉的火火冲向鬼面术, 南软星想趁这个机会杀了玄天机, 就算被发现, 也有个助阵失误的说辞, 他操控灵力, 冲向玄天机, 玄天机用符咒将他的攻击打回, 南软星堪堪躲开, 对方扼住他的脖子, 问他怎么没完没了, 要伤害自己, 他辩解自己是失手, 玄天机并不相信他的鬼话, 南软星嘴上道歉, 心中却愤恨自己又失手, 玄天机不想看他演戏, 收紧自己的手, 并让符咒扇他巴掌, 玄天机用法术控制住南软星, 让符咒不停扇巴掌, 警告他再过分, 就把他的舌头拔了, 玄天机看着手中的丹药, 他不知道够不够支撑到他们离开, 慕容吉收回狐火, 因为并没有起到作用, 玄天机阻止他进攻, 鬼面术属鹰, 要他用天界的天灵夜火才行, 赤炎身上忽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, 对他而言, 这一点小事不劳天界一先出手, 赤炎给鬼面术一秒钟的时间打开大门, 他并不愿意, 赤炎不多说废话, 直接将鬼面术击碎, 玄天机从未见过这样无情嗜血的他, 他面无表情地攻击鬼面术, 四分五裂的他身上沾上彼岸花花瓣, 有人嘲讽鬼面术太弱了些, 赤炎侧头, 一个老太太出现, 还摸着他的脸, 表示好久不见, 玄天机对忽然出现的老婆婆感到震惊, 但在慕容吉和明河眼里, 那是一个绝世美人, 赤炎没有把女人推开, 玄天机不知道这人什么来路, 在赤炎眼里, 是玄天机向他告白, 他还没回答, 玄天机就给了女人一巴掌, 掐着他的脖子, 怒喝他敢抢自己的男人,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, 女人睁开眼睛, 让玄天机看看, 他是谁, 玄天机发现, 眼前的人变成了小赤炎, 女人逃脱他的控制, 与此同时, 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, 女人明显和鬼面术是一伙的, 他提议男的归自己, 女的归鬼面术, 鬼面术自然答应, 天界一心的血一定很香甜, 他靠近玄天机想下手, 周身却出现火焰, 赤炎皱紧眉头, 敢碰他的女人, 他是在找死, 赤炎搂住玄天机, 他听到了他说的话, 刚刚只是在演戏, 他本想多看看玄天机的模样, 但现在还不能解决敌人, 因为慕容吉二人中了女人的数, 必须解开后才能杀他, 这个女人是千面媚婆, 咒术不解开, 那二人会一直无条件追随他, 在追逐千面媚婆的空中, 赤炎得知他女儿是男软心在照看, 他决定要快点解决这里的麻烦, 他不想女儿被别人保护, 玄天机在赤炎怀里, 想让他放手, 被别人看见不太好, 赤炎以为是因为, 他心中有那个清秀少年郎, 但玄天机根本不知道他在吃什么醋, 他停了下来, 千面媚婆在等他们, 身边没有慕容吉二人的身影, 千面媚婆问他们追随到这里, 有什么要紧的事, 玄天机拿出符咒, 当然是来抓他, 要他将迷惑的二人还回来, 符咒冲向千面媚婆, 慕容吉二人挡在千面媚婆前, 求玄天机助手, 他连忙将符咒收回, 他推开赤炎一跃而下, 让这两个糊涂鬼让开, 赤炎出手抓住二人, 他也让二人不要自找麻烦, 玄天机来到千面媚婆面前, 告诉他, 局势已定, 不要再挣扎了, 他骂二人是废物, 明明说过要保护他, 玄天机手中出现一朵花, 逼迫千面媚婆, 解了二人身上的树, 不然就让他尝尝这朵嗜血的花, 只需一个时辰, 他就能变成一具干尸, 千面媚婆嘴硬地表示, 自己不会怕, 玄天机让他试一试, 花飘到千面媚婆面前, 就要划伤他的脸, 他妥协了, 立刻就解了二人身上的咒, 玄天机本想放弃一马, 系统却提醒他, 千面媚婆是杜朔之主的分身之一, 只有杀了他, 才能阻止杜朔之主复活, 玄天机对他的话很震惊, 他身为天界一仙, 是不能杀生的, 赤眼吐槽, 天界条条框框太多, 他捂住玄天机的眼睛, 这种沾满血污的事情, 交给他就好, 他操控法术, 杀了千面媚婆, 期间他让玄天机多等一会, 马上就好, 鬼面树并没有死去, 他为了保命留了一手, 鸣和忽然瞪大了眼睛, 玄天机也被鸣和的情况吓了一跳, 他胸前出现一个大洞, 心脏也不见了, 玄天机用光照延缓他的伤势, 他要去追鬼面树, 抢回心脏, 鬼面树抓着心脏跑在前面, 系统提醒追在后面的玄天机, 他的身体马上要到承受的极限, 抢回的心脏最好他自己吃了, 玄天机不愿意这样做, 即使他自顾不暇, 也要救鸣和, 药丸还剩下两颗, 他吞下一颗来维持身体, 赤眼让他在这等着, 他一跃而起来到鬼面树前面, 鬼面树撞上了他, 赤眼手中燃起火焰, 居然赶在他面前抢东西, 他果真活得不耐烦, 鬼面树松开了心脏, 赤眼接过之后, 迅速来到玄天机身边, 虚弱的玄天机接过心脏, 艰难站起身, 想回到鸣和那里, 赤眼一下抱起他, 如果让他跑回去, 手中这个心脏可能都不跳了, 赤眼将他迅速带到鸣和面前, 让他去救人, 慕容吉担心他的身体, 玄天机表示, 他没事, 他让鸣和放心, 自己一定会治好他, 但心脏排斥回到鸣和体内, 对方让他不用费功夫, 心脏从离体那刻起, 就不属于他了, 就像他一样, 玄天机让他不要说这种话, 自己会倾尽全力救他, 鸣和让他不要浪费法力, 他是鬼城之主, 沉睡百年之后, 就会再次醒来, 经过这一劫, 他明白自己和赤眼之间的差距, 这颗心他送给玄天机, 作为交换, 他要将自己带回鬼城, 玄天机眼中含泪, 杜硕珊如今无法出去, 他不能现在就带他回去, 鸣和不在意这一点, 玄天机同意了, 在系统的催促下, 他赤下鸣和的心脏, 他的灵力恢复了一些, 系统窃喜, 他又可以吸食气欲, 恢复真身, 赤眼认为, 杜硕珊出不去, 不代表不能用武力强行出去, 但他用的是杜硕珊的功法, 还是有些吃力, 慕容吉上前帮忙, 二人合力, 也只裂开了几条缝, 玄天机站了出来, 他将符咒丢了过去, 他一定要带鸣和回鬼城, 符咒起了效果, 他们现在能出去了, 玄天机让赤眼先出去, 他却想去接女儿, 玄天机表示, 女儿会让慕容吉去接, 赤眼还想说些什么, 玄天机直接将鸣和塞给他, 决定一起出去, 玄天机传言给慕容吉, 记得让笨笨幻化成玄玄的模样, 他心里一片轻松, 终于可以离开杜硕山了, 赤眼抱怨鸣和给他添麻烦, 玄天机担心他失手, 导致鸣和掉下去, 赤眼质问他, 是不是担心把他的老情人摔死, 他解释他们只是朋友, 赤眼注意到他眉间有一个红色的花垫, 玄天机刚刚吃下心脏后, 就觉得额上热热的, 赤眼伸出手触碰花垫, 没想到花垫张开嘴, 咬了他一口, 玄天机以为他变异了, 南阮兴认出这是鬼禅, 是鬼欲中人才有的东西, 他是跟着慕容吉来的, 看到鸣和他很激动, 想让赤眼把鸣和还给他, 玄天机让他别再演戏, 劝他赶紧离开, 以前他就斗不过自己, 现在同样也是, 南阮兴意识到, 如今硬碰硬不是玄天机的对手, 他立即转身离开, 山水有相逢, 他们后会有期, 送走南阮兴后, 玄天机准备去鬼城, 赤眼想将鸣和就地埋了, 但玄天机答应过鸣和, 并且他想弄清楚鬼禅的事, 杜硕山中出现一个白发男人, 千变妹婆失败, 接下来就该他出马了, 一刻钟后, 赤眼注意到鸣和掉了下去, 他连忙赶上去, 抱住鸣和的身体, 当他落地时, 遇到一群送丧的人, 他们喊赤眼为吃人的妖怪, 人群中出现一个道士, 以为赤眼就是在城中兴风作浪的妖怪, 要将他收了, 赤眼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, 道士向他扔出符咒, 要让他受死, 符咒刚碰到他的身体就消失了, 道士意识到, 这是一个妖力强大的妖怪, 赤眼倒是不介意陪道士玩玩, 但倒是找个借口想溜, 丢下其他人就跑了, 玄天机姗姗来迟, 慕容吉嫌弃他这点小事都做不好, 赤眼将之前的事告诉其他人, 此时却有一个男人认出玄天机, 他似乎也是很久没有见他, 玄天机解释都是朋友, 心里抱怨怎么哪都能遇到他们, 系统解释这是他的力量, 为了让他尽快恢复灵力, 但鸣香远是烦人, 他离开前特意下了树, 他应该不记得自己才对, 赤眼将鸣和丢给慕容吉, 冲上去以夫君的身份让他介绍一下, 鸣香远表示, 他与玄天机事就相识, 还嘲讽赤眼不是他真正心意的夫君, 鸣香远想和玄天机叙旧, 但他表示自己有要事在身, 对方不再抢求, 转而提起他天界一线的身份, 玄天机发觉疑点, 他似乎没告诉过他自己天界一线的身份, 不等他想明白, 鸣香远就表示, 城中吃人妖怪肆虐, 希望他办完事后能回来帮忙, 慕容吉不理解, 玄天机为什么答应捉妖一事, 玄天机告诉他, 保护人间是天界中人的职责, 而且, 他们刚刚都看到了棺材里的尸体, 城内吃人的妖怪, 专挑小孩子下手, 他不能不管, 他让徒弟放心, 他恢复了一些灵力, 自保没有问题, 明和在慕容吉的乾坤袋中安好, 他现在只剩下去安抚很不爽的赤眼, 玄天机身边忽然出现游魂小鬼, 吓了他一跳, 他撞上了赤眼, 对方直接将他抱了起来, 玄天机问他是不是不生气了, 他问要是自己还在生气怎么办, 玄天机干巴巴地安慰他, 让他别生气, 他用神格担保, 自己和那些人没有什么, 说完还卖了的萌, 赤眼凑到他耳边, 他想通了, 能从那么多男人手里抢到他, 是件开心的事, 剩下的账可以慢慢算, 赤眼注意到花店的异常, 之前围绕在玄天机身边的游魂, 都被吸入花店中, 他们只能去鬼城一探究竟, 一行人在鬼城落地, 发觉这里成了一座空城, 几乎多和明河去了杜朔山, 有人质问他们, 为何擅闯鬼城重地, 玄天机认出他是在明河身边服侍的老索, 城里只留他看守, 老索让他去杜朔山找明河, 但玄天机表示, 他就是带明河回家的, 他现在失去了心脏, 正在沉睡, 老索对这个消息很震惊, 玄天机将杜朔山发生的事告诉他, 老索带着他们来到地下, 慕容吉将明河放进冰棺, 玄天机则是向老索道歉, 但他并不接受, 他觉得让明河吃点苦头是好的, 明河为了玄天机去杜朔山也只是一个借口, 他是因为受够了鬼城的寂寞, 才找了借口去杜朔山, 老索会在这里守着明河, 直到他醒来, 玄天机忽然想起另一件事, 他问老索自己眉间的鬼馋是什么, 老索抬起灯笼, 查看玄天机的鬼馋, 异散的红烟让赤炎和慕容吉二人震惊, 老索又问他在杜朔山有没有刑防过, 二人的神情更加难看, 玄天机顶着压力否认, 但他吃了明河的心脏, 因为明河主动要求让他吃下心脏, 老索明白了, 这是明河想一直护着他, 鬼馋其实是幽魂的安家之所, 进入鬼馋的幽魂越多, 力量就越强大, 所以他吃了心脏, 有了鬼馋, 世间幽魂都会护他周全, 玄天机恍然大悟, 希望明河苏醒后能找到一个良配, 老索让他不必戒怀, 明河是心甘情愿的, 几百年前他还将心给过其他女子, 种下鬼馋, 他的性子单纯又忍受不了孤独, 其实他并不懂男女之情, 老索提醒他, 这里是鬼城, 阴气太重, 早点离去为好, 玄天机听了他的话, 他表示, 等他解决眼前的要紧事, 会回来看明河, 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, 老索喃喃自语, 不知道他的话有没有让玄天机心情好些, 毕竟等明河醒来, 就会忘记一切, 离开鬼城的玄天机虽然懂其中道理, 但幽魂进入自己额间, 还是很恐怖, 赤炎想用火焰把幽魂烧了, 玄天机白手拒绝, 毕竟他现在还指望鬼馋保命, 灵力只能维持他变大, 系统再次出现, 问他想不想继续恢复灵力, 明湘远是图属性, 只要稀释他六十年寿元就能恢复, 但明湘远是个凡人, 稀释六十年寿元, 他就死了, 系统不管这些, 在他面前消失, 玄天机很生气的大吼, 赤炎问他在和谁说话, 他找了个和幽魂打招呼的理由, 慕容吉对眼前的金灵城很好奇, 这里美酒佳肴众多, 他要好好享受一番, 他抢先去探路, 玄天机叮嘱他小心, 之后他准备和赤炎下去, 却注意到对方的脸色并不好看, 金灵城是人界重要之地, 几百年前, 天界就为他设下结界, 一旦魔族中人踏入, 天界就会立刻知晓, 玄天机仔细看去, 确实看到一层神咒, 不过这点天界的小手段, 赤炎只要隐去魔族气息就行, 但他力量会消失大半, 到时候需要玄天机保护, 赤炎的身体变成了小孩样, 他问玄天机可愿意保护他, 这副样貌和当年玄天机初见他时一样, 他终于有了弥补的机会, 他摸着他的头, 同意了, 赤炎没想到他会同意, 突然有些害羞, 他咳嗽一声, 刚刚他只是在开玩笑, 他能保护玄天机, 此时慕容吉给他传音, 他被一群凡人围住了, 问他能不能动手, 这当然是不行的, 玄天机握住赤炎的手, 两人一起穿过结件, 赤炎不禁想着, 他是不是真把自己当成了力量尽失的废人, 但这种感觉很不错, 精灵成交外, 慕容吉被一群倒是围住, 倒是还把笨笨抢了去, 倒是以为他是绑架孩童的妖怪, 要动手收服他, 慕容吉之前为了让笨笨听话, 给他下了迷惑术, 现在他看谁都是玄天机, 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, 一张符咒飞来, 将一名道士的浮尘砍成两半, 玄天机赶来解释, 他们是帮助捉拿赤人妖怪的人, 道士却以为他是蛊惑人心的妖女, 慕容吉有两只狐儿, 分明是狐妖, 慕容吉向他道歉, 他刚刚被下了定身咒, 孩子被抢走了, 赤炎不想和道士废话, 他想恢复力量血洗城池, 玄天机不同意, 慕容吉这才注意到变小的赤炎, 明香远忽然出现, 围观的人散开, 让他走了进来, 道士解释, 他们在收服妖怪, 明香远表示, 他们是他请来捉妖的朋友, 众人非常震惊, 他们居然是他的朋友, 明香远介绍慕容吉是青秋狐仙, 他还隆重介绍了玄天机的身份, 赤炎伸手扶下明香远, 握住玄天机的手, 让他离他远一点, 他只觉得, 缩小后的赤炎面熟, 很像之前那个, 不知天高地后, 自称是玄天机夫君的男人, 玄天机解释, 赤炎是他天界府邸的仙童, 专门陪他来除妖, 明香远问起那个男人怎么没有来, 玄天机不想暴露赤炎魔族的身份, 但也不能说他是天界中人, 赤炎打破了僵局, 他让明香远把玄天机的女儿交出来, 明香远转头问道士, 是不是他们做的, 道士相互指责, 最后发现那个孩子被弄丢了, 道士们连忙进金陵城去找, 明香远提议他们也进城, 他忽然抱住玄天机道歉, 没想到一开始就惹得他不高兴了, 这一幕让赤炎很气愤, 玄天机推开了他, 打算先进城, 明香远却问他, 不当他是小乖乖了吗? 慕容吉和赤炎对小乖乖这个称呼, 反应都很大, 他们也不愿意听玄天机解释, 直接拉下他进城, 进入金陵城后, 玄天机意识到慕容吉二人都很生气, 已经不理他了, 明香远问他痴人妖怪的事, 玄天机计划今晚伪装成孩童的模样, 将妖怪引诱出来, 虽然可能不成功, 但可以多时几天, 赤炎抱怨慕容吉没用, 连个小女孩都照顾不好, 慕容吉被他刺激到, 二话不说, 孤身去找孩子, 明香远让玄天机不用担心, 城内百姓也在找, 他不如去客栈等孩子, 赤炎听到这话, 立即过来表示他也要去, 玄天机自然同意, 拉着他的手就前往客栈, 看着这一幕的明香远, 打开了手中的扇子, 一行人来到客栈, 遇到小二欺负一个紫衣男子, 势必要打到紫衣男子, 将腹中的食物全吐出来, 玄天机看不过去, 上前阻止, 小二暴躁地让他别管闲事, 不然连他也打, 赤炎挡在他身前, 他倒要看看谁敢动他, 明香远拦住要出手的赤炎, 这里他来处理, 小二认出他, 他问他们, 为何不把天界一仙放在眼里, 原来清兴楼的仙乐台, 就是为神仙所设, 太上老君都来过几回, 所以小二也很猖狂, 玄天机有些愤恨, 难怪之前去单房找太上老君他不在, 原来是偷偷来喝酒了, 对于小二来说, 来清兴楼吃饭必须给钱, 所以必须打紫衣男人, 既然他们不怕神仙, 玄天机便从鬼馋中放出鬼, 勒令他们住手, 这样他只是开个结界放鬼吓唬人, 不算违反天条, 明香远夸他这一招巧妙, 不过紫衣男人也被吓昏过去, 没办法, 只能带他进清兴楼, 等他醒过来, 赤言不理解, 为什么他要和紫衣男人睡同一个房间, 明香远问他, 难道让男人和玄天机一个房间, 玄天机很担心紫衣男人, 主动提起要留下, 赤言立刻同意他留下来看着紫衣男人, 他怎么能让他守着一个陌生男人, 忽然有人敲门, 玄天机的女儿找到了, 玄天机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, 他打开门期待看到女儿, 却注意到那人怀里抱着一个泥人, 百姓解释, 找到他时, 他正在黄泥地里玩得欢, 他一见到玄天机, 就不顾玄天机拒绝扑到怀里, 明香远提出给他准备洗澡水, 玄天机有些担忧, 笨笨见到泥就兴奋, 赤言会不会对他起疑心, 但赤言却拉住笨笨满是泥的手, 感慨他和他小时候一样, 都喜欢玩黄泥, 一刻钟后, 赤言在外面等玄天机母女洗完澡, 他忽然听到一声尖叫, 担心出什么事的他, 立即冲过去推开门, 却看到玄天机跌坐在地上, 两人四目相对, 一时间场面有些尴尬, 玄天机猛然抱住身上的浴巾, 让他赶紧出去, 赤言还来不及开口, 就被玄天机一把推了出去, 摔坐在地上的他有些抱怨, 好歹让他说句话, 他注意到玄天机身上的赤火印, 他要尽快替他抹去, 玄天机洗完澡穿好衣服, 赤言的声音从门口传来, 问他疼不疼, 他认为还好, 赤言却不这么觉得, 他知道月圆之夜, 玄天机需要慕容姬的心头血来调命, 他当年只是想留下一个属于他的印记, 没想到会是这种后果, 玄天机站起身, 他意识到赤言是在和他道歉, 赤言决定, 等他出来, 他就把印记抹去, 玄天机打开门拒绝了, 赤言不明白, 他为什么不同意, 印记怎么能让他想中就中, 想消就消, 他要是想消, 就要拿东西交换, 赤言看出, 玄天机故意为之, 要成全他的独占狱, 他其实早就准备好, 若不是那天早晨, 他匆匆离去, 东西早就是他的了,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魔骨吊坠, 魔骨是魔族中人之本, 一毁俱毁, 他要送给心爱的人这么重要的东西, 若是他嫌弃不好看, 丢了就是, 也可以用他出气, 魔骨稍有裂痕, 赤言就会痛不欲生, 玄天机不愿意随意毁他, 赤言觉得, 在珍惜他的人眼中, 他就是个宝, 他心意变了, 那他和黄泥无异, 他忽然拉下玄天机, 现在他能帮他做到一件事, 他抱住玄天机, 告诉他, 从此以后, 印记不会再折磨他了, 二人之间以你的气氛越来越强, 赤言却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, 慕容姬没用了, 什么时候把他赶走, 紫衣男子的房间忽然传来动静, 他醒的时机同样不是时候, 玄天机跑过去, 打开门, 向他道歉, 紫衣男子在床上瑟瑟发抖, 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害人的东西, 他惊慌失措地向玄天机行礼, 为刚刚情况紧急, 没有向他参拜道歉, 玄天机想拉他起来, 他的指甲划伤了他的手臂, 他立刻再次惊恐起来, 祈求玄天机不要再拿鬼怪下他, 赤言眉头一皱, 拉过玄天机的手查看伤势, 他的眼睛燃起火焰, 警告紫衣男子, 再伤到玄天机, 就把他的手给剁了, 紫衣男子连连白手, 过长的指甲却划到赤言的脸, 他尖叫出声,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, 玄天机出来打圆场, 让赤言别在意, 他只能让紫衣男人赶紧滚, 紫衣男人连忙跑走了, 玄天机转过头, 仔细查看赤言脸上的伤, 他认为这是一个小伤, 玄天机却觉得, 有自己在, 怎么能让他受一点伤, 他的手扶过他的脸, 伤口很快就愈合, 赤言握住他的手, 问他怎么自己变小之后, 他反倒和自己亲密起来, 顺便还提起了少年郎的事, 这时, 房间外又传来一声尖叫, 还是那个紫衣男人的声音, 原来他撞到了慕容吉, 正慌乱地向他道歉, 玄天机在楼上感叹, 紫衣男人真的毛手毛脚, 他冲下面喊话, 让慕容吉上来, 自己帮他疗伤, 慕容吉上来后, 推着他们进房间, 因为玄机公的人来了, 玄机公的人, 估计是来对付吃人的妖怪, 绝不能被他们发现, 慕容吉一路找到城外, 正好看到玄机公的人进城, 他就赶回来了, 路上遇到冥香远, 才得知他们在清兴楼, 这时, 冥香远恰巧在门外喊他们, 让他们一起出来吃饭, 这惹得慕容吉和赤炎大为生气, 施墨阳恰巧听到冥香远的话, 开口问他认不认识玄天机,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, 施墨阳露出一个笑容, 秦叔指忽然倒吸一口气, 揽住他的胳膊, 施墨阳以为他旧伤复发, 担心他的身体, 秦叔指却表示没事, 施墨阳出现痴人的妖怪, 他不能袖手旁观, 现在有玄天机在, 想必施墨阳的百姓一定无忧, 施墨阳认同他的话, 有玄天机在, 一切都会变好, 秦叔指提起, 当时玄天机和赤炎氏一起离开的, 赤炎可能也在这里, 施墨阳却认为不可能, 施墨阳有天界的结界, 魔族中人进不来, 除非隐居力量, 他忽然意识到其中的异样, 下令让弟子围住客栈, 不准放跑赤炎, 施墨阳上楼, 感觉到玄天机的气息越来越近, 但推开门后, 他却愣住了, 屋内坐着的, 是他的女儿, 从他口中, 施墨阳得知, 他娘亲和慕容吉, 去抓赤人的妖怪了, 施墨阳问有没有其他人, 女儿回忆了一下, 表示还有一个娘亲早年捡到的仙童, 施墨阳再次确认仙童的身份, 得到了女儿肯定的回答, 这里确实没有一丝魔族的气息, 施墨阳怀疑他想多了, 椅子上, 玄天机捏紧了手, 幸好让慕容吉先带赤炎离开了这里, 与此同时, 赤炎在慕容吉怀中挣扎, 他不愿让玄天机一人再待在那里, 慕容吉也不乐意, 但是赤炎和玄机攻势宿敌, 他暴露后会引来天界的人, 到时候一定会连累玄天机, 赤炎知道这话是对的, 便骂了天界一句, 慕容吉将他送出结界, 自己的使命完成了, 赤炎命令他快点回去保护玄天机, 他也是这么打算的, 他将赤炎放下, 心里一片轻松, 终于摆脱了这个魔头, 赤炎很担心城里的玄天机, 但现在他不能陪在他身边, 他恢复原身, 一拳锤在一旁的树上, 觉得自己真没用, 树林中一个人影闪过, 赤炎立刻警觉起来, 清醒楼里, 施墨阳正在思考事情的真相, 秦叔指忽然从外面跑进来, 他注意到玄天机, 向他打招呼, 秦叔指忽然发难, 让玄天机交出赤炎, 施墨阳惊讶他对女儿的称呼, 他笑了笑, 他表示, 面前的小女孩就是玄天机, 之前一直都在骗他, 玄天机当然不可能承认, 秦叔指掏出一个药瓶, 让他吃下一颗药丸, 这是自己好不容易抓到的把柄, 玄天机认出, 这颗药丸是那时候秦叔指偷偷拿的, 当时秦叔指就是想分析药丸的成分, 所以拿走了一颗, 玄天机有些担心, 他的气息一直不稳, 吃下药丸后, 一定会在他们面前恢复成正常模样, 秦叔指挑衅他是不是不敢吃, 不敢承认欺骗了施墨阳, 没有办法, 玄天机只能剑走偏锋, 玄天机摆手, 他表示, 娘亲不同意他吃陌生人的东西, 秦叔指一把拉过他, 强硬地要求他吃下去, 玄天机止不住地挣扎, 施墨阳忽然开口, 让他们安静下来, 他让秦叔指把玄天机放开, 再把药丸给他, 秦叔指还想辩解, 施墨阳一声力喝, 让他不得不照做, 玄天机以为危机已经过去, 施墨阳却拿起药丸闻了闻, 里面都是灵力超强的药材, 不是一个孩童能轻易做到的, 他要求玄天机把药丸吃下去, 这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, 施墨阳想确认, 面前的女儿是不是玄天机, 玄天机被迫接过药丸, 当初他被秦叔指发现的时候, 就知道有这么一天, 他也早有准备, 在施墨阳面前, 玄天机恢复成原身, 秦叔指向施墨阳邀功, 他并没说错, 但面前的女儿第一句话, 是问他是不是很像娘亲, 他求施墨阳不要告诉娘亲, 他炼制药丸偷偷变成了娘亲, 他只是想变成这副模样, 和娘亲玩闹, 不会做坏事, 秦叔指扑向他, 表示他还在装, 玄天机一边假装委屈, 一边在心里得意, 他正好趁这个机会摆脱秦叔指的纠缠, 毕竟他还有个强有力的帮手, 即使赶回来的慕容吉, 化作玄天机的模样, 玄天机躲在施墨阳背后道歉, 秦叔指不敢相信, 那个东西明明向他保证, 玄玄就是玄天机, 慕容吉陪玄天机演完这出戏之后, 就转身离开, 茗香远在暗处看完这一出好戏, 他越来越期待接下来的发展, 秦叔指等四下无人的时候, 大喊着要什么东西出来, 系统出现在他面前, 秦叔指很生气, 明明他告诉过他, 玄玄就是玄天机, 系统让他听自己解释, 玄玄确实是玄天机所变, 刚刚是慕容吉用法术帮了玄天机, 秦叔指知道, 清秋的法术确实能以假乱真, 他又问系统, 当初说好他提供气韵和修为, 系统帮他除掉玄天机, 他要怎么收拾如今的烂摊子, 系统让他将功补过, 找机会和玄天机单独相处, 秦叔指选择再信他一次, 不过要是他再让他在施墨阳面前丢脸, 他知道后果, 系统抱怨宿主凶悍, 早知道玄天机会顺利吃下鬼主心脏, 他也不会去找秦叔指绑定, 等他冲破封印, 一定要将二人给他的屈辱, 如数奉还, 秦叔指来到玄天机房间门口, 施墨阳正在向女儿道歉, 玄天机借机表示, 是他不好, 偷偷炼药才会这样, 偷听到谈话的秦叔指, 劝自己忍住, 不要让施墨阳讨厌他, 他走进房间, 向玄天机道歉, 如果可以, 玄天机想拒绝, 但他并不能这么做, 秦叔指抱起了他, 表面上和和气气, 施墨阳考虑到秦叔指上美好, 就想让他留在清新楼照顾女儿, 这对于他来说, 有如神助, 他自然满口答应, 冥香远端着茶点走进来, 表示他能照顾, 毕竟玄天机和他也是就相识, 施墨阳还想说什么, 秦叔指故作懂事地催他出门, 反正真正的玄天机在他这里, 施墨阳带着其他弟子离开, 留下的三人目送他远去, 他想起之前赤炎刺的那一件, 不懂为何赤炎会手软, 屋内, 玄天机也从秦叔指口中得知, 施墨阳之前受伤了, 他当时被秦叔指追杀, 并不知道这件事, 不过施墨阳能来除妖, 想必没大事, 他比较担心赤炎, 此时赤炎正在心里抱怨, 他遇到了之前的紫衣男人, 紫衣男人一直喋喋不休, 惹得赤炎心烦意乱, 最后, 他不得不警告紫衣男人, 再多说一句, 就割下男人的舌头, 紫衣男人立即不再多说, 心里却想着差不多了, 等到了晚上, 赤炎就让他摆布了, 傍晚, 清新楼, 玄天机很郁闷, 身边两个人一直在死死盯着他, 冥香远忽然起身, 其他两人以为他要走, 都暗自高兴, 但冥香远只是起来把窗户关上, 玄天机二人暗自埋怨一句, 玄天机不能再这样等下去, 他还要去引出那个痴人妖怪, 他装作突然闹肚子, 将笨笨一起喊了出去, 秦淑指不想让他逃, 直接跟了上去, 玄天机嫌他阴魂不散, 只能花一些灵力摆脱他, 玄天机拿出一张符咒, 将他贴在秦淑指头上, 他立刻就动不了了, 秦淑指愤恨地看着他离开, 跑出大门时, 他听到清新楼要关门打烊, 因为外面不安全, 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, 看来他要尽快除掉痴人的妖怪, 玄天机联系了慕容吉, 问他现在在哪, 慕容吉现在在城南, 和施墨阳在一起, 让玄天机别过来露出马脚, 玄天机让他小心, 既然施墨阳在城南, 赤眼也是安全的, 他选择去城北, 但他忽然听到一声尖叫, 一名妇人正在寻找他的儿子, 妇人认出, 玄天机是一仙的女儿, 跑过来求他找找儿子, 玄天机找他借孩子的贴身东西, 妇人正好有一顶帽子, 玄天机让笨笨闻了闻帽子上的味道, 随后向一个方向跑去, 他似乎知道孩子的位置了, 玄天机直接跑出了城, 他觉得奇怪, 孩子怎么会突然跑出城, 他闻到血的味道, 顿感不妙, 他是不是来晚了, 此时紫衣公子一有所指的夸奖, 手上血的颜色更沉塌了, 赤眼手上染血, 他面前有个受伤的孩子, 感谢观看